所以谢谢蔡英文啦 所以刚刚因为上次说 蔡英文以前是国民党的 我觉得他以前真的 他发挥了以前是国民党的功能 他还了这么多国民党 这个政治人物的清白 哈哈哈 其实刚刚这个兵哥讲到张善政 其实张善政 因为我最近有跟他的幕僚在联络 他说他们最近因为刚好是那个议会期间 他真的没有太多时间 跟太多精力在这个 就是帮忙复权上 但等到议会这个预算等等都一结束之后 他会立即出动 然后密集的去这个 去帮忙站台 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 在国民党的部分 包括他们的不分区这些立委 哇塞这个全台 这个 像撒 撒冰下去 到处去帮忙站 然后像韩国瑜我最记得是他去宜兰 站了一个黄称廷一次之后 黄称廷民调竟然就比民进党那个高了 然后所以 国民党现在看起来就是非常团结的一个状况 不分区不断的在到处去帮忙这个 来这个浮选 但是绿营呢 绿营现在说 新北大将于天 这个新北确实靠于天也拿了不少票了 因为于天只要一唱那个 龙鼠 然后票就会来了 这样子 结果于天竟然说他退出 浮选 那 黄称廷是说他是跟不分区有关系啦 因为据说他 曾经有 三次 跟赖清德说 把我放不分区 把我放进不分区 我不要选区域了 但是 都 怎么样 没有得到这个 同意 所以 据说 这个让于天非常的贼心啦 所以今天大家就去问于天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于天就说 不要再问我了啦 政治的事情以后不要再问我了 显然 他是 不只是退出 是有打算要退出民进党的意思吗 但是郑玉棚还是有帮他讲啦 他说 啊于天是个大器的这个立委是前辈啦 那最近不管是公务或是家里比较麻 大家不要捕风捉影喔 于天都是会提西后劲的爱护民进党的意志力跟方向 不需要怀疑 那但是我们还是要怀疑对不对 上志哥因为 于天应该不是新潮流啦 所以 这一次在新潮流这么 这么强势的情况底下 难怪于天连个不分区都分不到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于天从 先前 这一次 单单只是立法在继续选举当中来讲 他当然是因为他因为家里的关系嘛 女儿也过去 对啊 有很多的家便啊身体啊也不好 孩子也不好 儿子也不好 太太生病了 也都是 所以说 也没有办法像过去来讲 全家族投入选举 那么很戏剧性的 当然在基层的绿营的草根方面还是有些摄受力 那么也有些吸引力 但是也不得不说 刚刚我们在看于天在整个民进党当中 到现在来讲 他后来也希望能够求个不分区 他有好多动作 你要知道从 赖金德部分才刚当党主席宣布要的时候 于天其实动作很大的 有很多的帮忙 每到三重这一带的部分 其实就我自己因为的活动吃饭跟基层都在三重 所以我知道这当中其实都知道于天有多用力 那么希望能够卡入在对于赖金德的青睐当中 可以简单这样讲 但是我想我们从于天当中看到了两个很重要的变化 首先于天是老一辈的 我们不得不说 他虽然是一个演艺人员 一个歌手部分 然后介入政治 过去从演艺人员介入政治到担任立委的部分也有很多 包括今年也有于美人 所以其实他们这些都是有广泛的知名度 可能也都大哥或大姐 于天就是大哥形象 还有欧阳龙 对也都是这种这样的形象切进来 可是于天在其实在我们看到他终究其实 他也很努力在柳游所学习 虽然我们没有印象中他主导了什么样的法案 但是在民进党的相关法案当中他的配合度很高 老一辈是这样子 如果你不是政治或从基层选举 或从基层的政治派系或地方的这个派系出身的 于天会想新年过去是一个歌手高知名度外卡进来的 所以虽然他也在立法院这么多年 也积极的介入民进党当中的一些党政运作 但是终究来讲你就不是派系同路人嘛 我想于是在最后大家再又重新赖清德当党主席的时候呢 整个里头的派系蓄力在洗 你不要说你余天了 连英系当中有多少人都被踢光光砍光光啊 也都是很厉害的人 今年整个赖阵营或民进党的网军侧翼那么烂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赖清德把这八年来 真正有打网军经验的英系这些人都 红耀服上都全部都把他砍到天下海角去了嘛 你信我的部分人就是你即使包括林 包括我的同学我的林景昌 包括其他的 你的林景昌 哎不要这样讲 高中同班同学嘛 这是这同班同学嘛 林景昌来讲你说邱毅然回来帮忙 他们跟金浦松一样都是老一辈的 对于那么要去驾驭支配网军真的没有办法像过去 他们老一辈那一代当中这么要有点有余 所以回来余天也就是这样子 他最近在老一辈当中已经没有办法 他虽然那么努力 可是首先你就是不是派系同路人 第二个部分是你这样子过去有一些这种动作 就我帮你呢你是不是要还给我一点 过去也是老一辈政治文化的政治互相的酬庸的帮衬 其实在现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现实的这个时代 靠实力说话 派系的基层有多少 你有多少将甲听你的 或者你是金主当中能够调动多少装脚 这是以余天过去是用他的名气 歌星为主的名气声望 去占有一个地盘的部分是不一样的 简单来说最后结论就是说 余天他有他的部分的风格 基层的部分的魅力 但他已经不是现在民进党的政治主流了 回到大新聞大报告现场 接下来我们刚讨论完余天 这个荣述下之后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国民党在台北市立委的选情 不只国民党也包括民进党啦 台北市的部分 这个国民党的台北市这个党部主委 洪女炯如他分析说 基本上文武抢六忘七 所以唯一掉的那一席 大家心里都知道是谁 我们就不讲出来了 所以这哇如果真的状况好的话 搞不好可以忘七 那文武是哪文武呢 大家就大概就是这个 文武是哪 现任世袭 现任世袭嘛 然后再加上艳秀 对对所以就是基本上文武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最妙的是 民进党的这个台北市党部主委赵茂南 他也说了对于明年立委选情 深具信心啊 坐五忘六 现在要请走基层 站路口 找寻骑兵来扫接拜票 所以我要问一下佩军 奇怪啦 怎么两个党都是坐五忘六啊 是总共也才八席啊 两个党都 主委都说坐五忘六到底是谁真的坐五忘六啊 其实很合理啊 因为建凡这个大选已经倒数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当然这个不能自乱阵脚 所以我平常心讲 基本上各阵营都会跟自己的这个基本盘喊话 我没有信心吗 不可能先讲说对手已经坐五忘六 那我就八减七 不可能这样的 我们剩二做二忘不可能 所以大家一定都会往最有利最大值去喊 那这事情喊出来之后 如果过于背离现实 其实我觉得反而会达到反效果 你刚刚讲的这个国民党现在坐五忘六 基本上我们也很负责任对选民交代 因为这个五是很容易可以算出来嘛 现任四席包括这个 我就应该也讲 宏威 巧欣 然后这个智强大安这一席 然后还有这个赖委员文杉这一席 是吧 这四席看起来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那再来就是艳秀港湖这一席 那他们自己很努力 因为他们另外一边分裂嘛 大氛围 大环境的氛围 然后当然还加上这个绿营 就像你讲的这个分裂状况 而且那个分裂不是只是票源重叠而已 是有点要给他好看的那种意味在 因为我自己就跟我们大安区 以前的民进党立委 非常非常资深的 他就当着我面讲说 他会尽力去帮这个五星带 他会全力帮五星带 而且他们是发动地方组织 去帮助五星带 他说因为高嘉瑜不像样 他用台语讲不像样 我们民进党没有这样子的人 那坦白说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站在蓝营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高嘉瑜在过去几年 可能他的票源 其实这是一个双面认 因为他的形象其实来自于 他在很多议题上面 不一定做民进党的橡皮图长 那甚至很多时候 他还反而跟柯文哲 这看起来蛮有朋友默契 他走的是相对中间的路线 而且对很多年轻人关心的议题 比如说房价 比如说交通 他都不一定会去做民进党的橡皮图长 但是反过来讲 他毕竟是政党政治 反而大家 他会进退两难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些大的 比如说像莱猪这种民生议题 说实在 在如果假动的情况之下 他必须要做出选择 对他还是得去 那除非他今天离开民进党 那你在对民进党的角 市角来看 你不能又要骂又要拿 这两个不能嘛 对不对 你既然获得我的政党提名 我给你政党的支持 那你当然就要做我这个政党 讲白一点 我们动员 我们意志之所在 你要配合 所以他没有办法两边讨好 政治就是这样子 你必须要自己去做取舍 那回过头来 我觉得高家瑜在最后这几个月 他有点进退失去 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说 如果民进党的铁盘流失 对他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他又回过头来 心甘情愿的去跟过去 他跳下去的那个陈思忠啦 这些他不一定靠那么近的 标准令这个政政党站在一起 或者帽男兄也跟他站在一起 好那所以 但人家也都只是来站一下就走 一瞬之间 他的人设又要倒回来 变成民进党立委高家瑜 那对于他选票回流 或者是这个小你绿营埋怨的程度 我觉得这到时候开票出来就知道 但是另外一方面 艳秀当然今年大环境 比四年前来的 我觉得来的乐观 对他乐观 他当然选民对他也会有一种 委屈的感觉 港湖很多人说心疼 他不晓得那时候 没有去投造成这么大影响 因为大家觉得说他是老将 应该不至于差那一点吧 结果真的就差那一点 就对他一点点 对所以他现在很努力 基本上我刚刚遇到他 他已经帽子戴 我好像最近看到他都戴着帽子 就是随时随地就ready go 就出去的那样 所以他也很拼 他并没有因为绿营分裂 然后就这个整个带旦也没有 所以他的情况相对来讲乐观 那其他当然不放弃 都还在冲刺当中 该追垃圾车的 包括淑慧啊 包括思冈 我看他们该做也都没有少啊 对啊 甚至小平哥也要去占路口 所以我觉得老将 不管这个胜算如何 台北市巴西基本上看起来 都是全力以赴在做这件事情 没错 那刚刚这个上前面 我们讨论到说 不分区的加持作用 其实我刚刚看到余天 我想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因为本来我们觉得 民进党如果要说不分区名单 唯一可取之处就是 看起来政那个派系 分得满均匀的 大家都朋友满意 感觉唯一的得分点 好像是这个 如果否民进党的人来讲 可是从余天的例子看 好像不是这样 因为余天从这个2008年 开始选立委之后 你说对民进党来讲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因为他一路连任嘛 而且他是辅选就像你说的 辅选场上的亮点 大家基本上都很喜欢找他去嘛 那基本上他也明确的表态过 他在三月就说他不连任 八月的时候还当着赖清德的面 一个造势的场合 他就说我希望可以列入 2024的不分区名单 他说我这次没有选立委 我因为年纪大了 我希望列入不分区名单 他老人家已经直接讲了 八月的事 十月你就给我这样 一把场招呼在我脸上 你说他现在要怎么样 心甘情愿地去辅选 这是他们的家务事 但是对我们来讲 看看就好 参考参考 但是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还是 顾好不分区已经提了嘛 那再来就是 区立委的选战要打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